歌手许志安7月12日 以嘉宾的身份现身电台 担任好朋友雷颂德主持的 好好过生活直播节目 两人相识多年 所以他们在节目中大谈旧话 安仔着重强调怀旧与念旧的区别 声称自己不会和一个不念旧的人做朋友 念旧跟怀旧是完全不同 虽然一个字不同 但是念旧是对我来说 如果一个人没有念旧的话 这个不行 朋友我都不想认识 一定要有念旧的心 才会有对于以后所走的日子更有意思 如果一个人没有念旧 往往就只单着往前看的话 这个人应该都没有什么好 安仔自己就是个很念旧的人 今天他和众人大谈一个 收藏多年的笔盒的故事 城里面有很多童年珍贵的回忆 对因为以前跟同学 比如说尤其是女同学 去看电影的时候 看完那个票尾 我们这张票我都会把它放在里面 因为爸爸妈妈不会拿 突然之间拿了那个笔盒 然后去看里面的东西 所以就好像就是最秘密的地方 就在那个笔盒里面 对那所以对我来说 它不单只是一个笔盒 是一个时光机 对 问道里面可有收藏跟老婆郑秀文的甜蜜回忆 他说 没有那个时候我还在读书 我还没认识他 我若杭才认识他 所以那个笔盒没有任何他的回忆在里面 安仔即将举行演唱会 日前他被拍到脱下上衣露出肥肉 他坦言为了演唱会 近日正在积极的做运动减肥呢 对啊 因为我在过一个多两个礼拜 就有我的巡回演唱会在澳门 还有下个月在那个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我第一次 是我COME ON演唱会的第一次去 因为去年开完演唱会 没有机会去那边 那所以在 留在今年才到那边 所以希望可以很好的状态 对 所以就现在就 每天都在做运动